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严守一干过的事 你都干过吗?严守一在影片中的人物关系 你都有吗?严守一从小没娘?是奶奶把她带大的 你没娘吗?严守一离过婚 你离过婚吗?严守一有个情人叫五月 在出版社当编辑 你有情人吗?严守一有个朋友叫废墨 说过做人要厚道 你有这样的朋友吗?严守一就在节目里说实话 在生活中谎话连篇 你也是这样的人吗?严守一不告密 不恐吓别人 做人有底线 你有吗? 以侦查实必说话风趣见长的谈话类节目主持人 全国就你一个吗?如果他干过的事你都没干过 他有的人物关系你都没有 你吃什么爱白?何来对你的伤害?你在这里骂骂咧咧演了两个月的流氓 不是碰瓷是什么? 二 如果你坚持认为手机伤害了你 为什么不运用法律维护你的权益呢?你可以起诉作者和影片呀 你是不相信法律 还是不相信自己 你其实很清楚 法律不会支持你的 如果法律支持你碰瓷 那所有反映现实生活的影视作品都会有所谓的影视的嫌疑 三 你作为传媒大学的教授 又口口声声说 你爱电影 文艺作品切记对号入座 这个基本常识你都不懂吗? 教父这部电影你看过吧?它描写的是意大利黑帮家族的故事 由哪一只意大利黑帮对号入座 找科布拉胖死了 你免了两个月的黑帮 拿了一个剧组的合同 今天恐吓这个 明天威胁那个 你以为 黑帮就你这点度了呢? 我告诉你 你眼子不下 你威胁出版社 不让出版刘振云的书 你威胁改编我刘振云作品的电影公司 说 你们再跟刘振云合作 接着就整死你们 你威胁剧组的演员不让他们继续演手机二 否则就如何如何 你以为你这样做就吓不住别人了吗? 你自己眼黑社会 还想让别人配合你 想什么呢?你知道人家怎么说你吗?人家就一个自配 也利用公众的善良 以偏暗权 绑架民意 你把税务部门和公安部门当成你的御用衙门了吧? 这些部门守不如你的意 你就在微博里破口大骂 你狂妄的还有边吗? 北在哪儿呢? 四 你冒充社会良心 把自己打扮成民众的代言人 别的我不知道 你给诈骗集团当过代言人 这倒是事实 你骂软基因 是为了卖你的高价机和高价米 你亏心不亏心呀 这些年你四处走学主持 也开了不少公司 挣了不少钱 别光举报别人 敢不敢把自己的税单拿出来晒一晒 五 中国电影产业近些年续猛发展 电影票房由十亿到六百亿 开始跟好莱坞分庭抗礼 但你以偏概全 抹杀电影人十几年的努力可取得的成绩 你以一己私利去丧心病狂地诋毁中国的电影行业 你无视全体电影工作者的劳动成果 把明星这个群体描述得十恶不赦 而实际的情况是 在国家危难时 明星捐过飞机大炮 上过前线 在地震 洪水发生的时候 明星们率先犯灾 捐钱捐物 明星救助过多少贫困区的孩子 捐过多少希望小学 你知道吗 光张国立一个人就捐过七所希望小学 而你却可顾这些事实 肆意抹黑 把自己打扮得出淤泥而不染 以摸着自己良心说 你做得比别人好吗 六 你口口声声说 要当个好丈夫和好父亲 却用乌言汇语 公然侮辱女性和孩子 你有底线吗 你知道作为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的起码要求是善良吗 你善良吗 你还口口声声打这个打那个 说人家王中军王中累兄弟俩三天不打上房接把 你瞎扎过半天 拿出什么过硬敌石锤了 你不是吹牛X说 要暴揍我吗 我等着你 就冲你骂徐帆这一条 我就应该撕了你的脏嘴 七 你是学新闻的 又是记者出身 但你为了攻击别人 对别人的文章和谈话断章取义 并肆意编造谎言 作为你撒泼打滚的论据 刘振云对女儿说 遇到不懂的问题 要不止下问 三人行必有过失 你却篡改成刘振云让女儿不要脸 去快速获取利益 你说刘振云给你道过三次欠 刘振云就说了两个字 撒谎 难道断章取义和颠倒黑白 就是你的新闻操守吗 八 你用你参与的一个剧组的合同 意料事实 制造股市的恐慌 事实影视传媒行业的众多公司股票下跌 众多股民蒙受巨大损失 而你却幸灾乐祸 变本加厉的煽风点火 你把邪思暴富的快乐建立在众多股民的痛苦之上 你还有人性吗 九 告密 恐吓 撒谎 碰刺 辱骂女人和孩子 煽动网络暴力 绑架民意 煽动仇恨 崔永元 你自己说一说 你算个什么人 说你是伪君子 你连基本的体面都不顾 说你是流氓 你连流氓的底线都没有 你就是一个小人 一个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的脚果三变的干日渣 十 你扬言要让手机二停拍 你太不自量力了吧 你不会自我催眠以为电影局是你们家开了吧 你还说让什么突击队把我和刘振云抓起来 你可真动 这点你倒真像个病人了 我现在告诉你 别失心妄想了 手机二在风景如画的桂林顺利杀青了 数字几数拍摄的影像 除非地球毁灭了 否则 这片子永远存在 最后 感谢你为这片子做的推广和宣传 不常联系的朋友都来信说 特期待 这也是友谊说 我持有证追趣既复这一 等于呼吸